寂静深夜 年轻女子被男子尾随殴打 并且被拽进路边草丛 几十分钟后 男子大张旗鼓地用自行车 驮着女子尸体行走在马路上 到底是什么样的凶手 能这样胆大妄为 肆无忌惮 凭借这几段模糊的监控视频 警方最后能抓到凶手吗 天黑了 吕宝们集合了 与狼同行 维尼先生 精彩在最后 别忘点关注 时间2017年6月28日 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雅克时事 好不容易放假的小林 在晚上组织了一场朋友聚会 在酒足饭饱后 七姐姐李某就先行回家了 原本以为是相安无事的一晚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林有急事需要联系李某时 对方的手机始终是关机状态 到了下午依然没人接听 小林只好上门看看姐姐在干啥 打开房门 她发现姐姐李某 昨晚根本就没有回来 我之后呢 我上超市去问去了 她说又是鸡爪子 又买了鸡爪 就买了小食品 可小林在姐姐家 也没看到这些东西 见此情形 小林立刻担心起来 开始让家人一起来寻找 很快 好消息传来了 姐姐找到了 他们就喊找着了找着了 哎呀给我高兴的都不行了 我就赶紧回来了 他在哪呢 他得监控 我现在人找着 他在监控里看着了 监控显示 李某在回家路上被一名男子殴打 并被拽进路边草丛 四十分钟后 该男子离开了现场 可李某并没有出现 觉察到不对的小林一家 赶紧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当地警方第一时间来到那片草丛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李某 可通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还是没找到李某 却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些不寻常 民警分析 两人很可能在这里又进行了一番打斗 除此之外 地上的一根头绳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经家属辨认 这正是李某所用头绳 这个草丛几乎三面封闭 也就是说 出口和入口是同一个地方 这也意味着男子和李某当时一直在草丛里 在晚上十点二十七分的时候 那名男子走了出来 并且实际地上的物品离开了 可等了很久 李某也不见出来 难道他已经遇害了 随即 警方对草丛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主要看有没有泥土被翻动的痕迹 或者新鲜的土包出现 万幸的是 警方没有发现这些 看样子 李某还有可能活着 警方打算继续调取之后的监控录像进行查看 可意外的是 电脑硬盘在此时竟然死坏了 警方只好一边对电脑硬盘进行数据恢复 一边寻找周边的其他监控设备 此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抱有一些希望 他们希望李某还活着 这名男子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要袭击李某 在通过现有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后 警方发现 男子一开始和李某走得很近 然后突然在背后将李某按道 两人撕打后 男子将李某拖进了草丛 而此时李某的包就留在路边 嫌疑人完全没有理睬 倘若男子不是为了财 难道是为了报复行凶 随后 警方对李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李某性格外像 开朗大法 他跟朋友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但感情生活却一直不顺 据李某妹妹所说 李某脾气很倔 经常会因一些小事与丈夫大打出手 几年前 李某离婚了 现在一直独居在出租房中 会不会是因为感情问题 让凶手对李某产生杀意 但在走访中 李某的妹妹却否定了警方的推测 你说找结婚 一行再找一个 再像这个谁 再干的干的 所以也伤心了 也就不想再找 事实真是妹妹所说 警方对当晚聚会的人做了调查 也许就是参加聚会的人 将李某的行踪透露给了别人 因而有人可以事先准备 从而对李某下手 在对所有人进行了询问时 结果竟真的发现了一点 当天晚上李某的妹夫也要去吃饭 结果说肚子不舒服就没去 但是民警在检查妹妹手机的时候发现 她的丈夫王某在晚上11点30分 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而之前妹妹说过自己在晚上9点之后 也一直在家了 两人同时在家 夫妻俩没必要说非得打电话交流 而且通话时间通了5分钟 莫非视频中的男子就是妹夫王某 第一次出现是9点40 10点20再次出现 消失了以后到10点11点半 这又是一小时10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这一小时10分钟 正好可以说用来自抛尸 调查发现6月30日一早 王某就已经离开家 回到了工作单位 媳妇的姐姐突然失踪 不帮忙一起去找 反而回去上班了 这就很不正常了 警方立即找到妹夫王某 对她进行突击审问 经过调查 案发当晚 王某的确因为生病在家 一直没有出门 在11点30分 也的确给妻子打过电话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妹妹小林在撒谎 原来李某妹妹说 9点多吃完饭直接回家 其实是在说谎 在经过警方的反复询问后 妹妹小林承认 她在聚会之后 的确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另一个同事家喝酒 喝到11点30分还没回去 然后她丈夫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她一天喝两顿酒 所以就跟警方撒谎 就是这个谎言 让警方在寻找其姐姐 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案件的侦破 只好回到了原点 这时 负责监控排查的侦察员 反馈回一条重要线索 他们在饭店附近的民用监控中 发现了李某的身影 在晚上21点29分的时候 李某从超市买完东西 独自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应该是不认识 要认识的话 得有打招呼的动作 没怎么在意的李某 就继续往家的方向走去 可监控的男子 却掉头回来了 警方有一种感觉 这名男子似乎是在尾随李某 难道他就是殴打李某的嫌疑人 可是案发现场的监控显示 嫌疑人没有交通工具 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 那辆自行车又去了哪里 很幸运的是 这次的监控画面较为清晰 可以很好地分辨出男子的向往 为了更快知道男子身份 当地警方进行了研讨 很快 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提供线索成 那名推车的男子 与辖区内刑满释放人员杨某非常相似 据了解 杨某今年五十多岁 曾多次因抢劫强奸被抓 已经累计服刑三十多年 通过进一步的侦查 警方发现 杨某有一辆与监控中极为相似的自行车 看样子 警方要免费给杨某送一副银手镯了 被抓到案的杨某很快就承认了强奸 并杀害李某的事实 在他的指认下 警方在其家中挖出了被害人李某的尸体 服刑三十多年的杨某 为何一出狱就犯下如此罪行 在侵害受害人后 他为何还要将他杀害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据杨某供述 在二十八日晚 他在一家小吃店喝了半斤酒 在回家的路上 就遇到了刚从超市买东西的李某 看到身材不错的李某 杨某打起了坏主意 他就临时起 有这个想法 就想实施强奸行为 随后 杨某一路尾随着李某 期间 同样喝酒的李某 并没注意到杨某的存在 在经过铁道路口时 杨某将自行车留在了原地 在经过一段土路时 李某才察觉到了他身后有人 由于周边没有路灯 李某就提议让杨某和自己一起走 顺便给他用手电筒照录 当两人走到草丛边时 杨某就突然拉倒了李某 起初李某激烈反抗 结果招致了更疯狂的殴打 据杨某所说 只要把他打服了 李某就不会直升 接着他想干啥都行 眼见李某没什么反抗了 杨某就把李某拉入草丛 在里面实施了强奸 害怕事情暴露的杨某 又残忍地将李某杀害 最后回到铁道边 将自行车骑了过来 将李某的尸体放在自行车的后座 驮回家进行掩埋 杨某胆大妄为 肆无忌惮的举动 令人十分震惊 而他却只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当天喝多的酒 很冷淡 对 十二老科 觉得把人的生命 别人生命 一点不耽误 一次又一次的犯罪 每一次都是不思悔改 一再挑战法律底线 这一次 杨某必将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善良的花生米时刻准备着